前几天 象山一名男子凌晨4点9后开车 把一户人家的围墙给撞倒了 肇事的宝马轿车车头右前脚严重损坏 车内两个安全技能都已弹出 挡风玻璃碎裂成了蜘蛛网状 现场有一名男子一身酒气 他承认自己是这个宝马车的驾驶员 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为每100毫升233毫克 已经达到了最佳的标准 当男子得知自己要5年以后 才能考取驾驶证师 竟然和交警讨价还价 要求交警允许他三年后就能考 经调查 这名男子其实从未考过驾驶证 是无证驾驶 经我们查证呢 这名驾驶员有犯罪前科记录 多次被公安机关惩处 事发的这个当天晚上 他分别在三个地方喝酒 一共喝了一瓶白酒 一瓶洋梅酒和三瓶啤酒 目前男子已经被刑事拘留 腰包黄剑综合报道